最近,彭帅被国际网联独立委员会竞赛三个月,并被外加三个月的竞赛缓期执行,除以一万美元的罚款的消息,得到了不少球迷的关注。 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的起因,国际网联调查确定,彭帅在2017年温网双打首轮比赛前,试图通过贿赂大道退赛的方式,达到更换他当的目的。 独立委员会表示,彭帅在前教练佩雷特签讯下,与荷兰选手无一万克组的报名双打,在确定了大道并且报名成功后。 彭帅又想与印度选手,昔日合作效果不错,对印度美女米尔扎配队,上途为彭帅和米尔扎位子。 彭帅提出愿意将双打首轮的一万美元奖金封给乌伊万克,却说对手退赛。 教练佩雷特将彭帅的想法,通过短信发送,给乌伊万克的教练,乌伊万克的教练将短信内容截评,向国际网联举报的彭帅,国际网联独立委员会表示。 彭帅的这一做法,违背了网球比赛腐败条款,任何人都不能策划和干预任何赛事的任何结果,以及试图这么做,对于国际网联的处罚。 彭帅通过社交媒体表示,自己从未却说乌伊万克退赛,等了乌伊万克三多小时,他没有来,比赛开始后接到他的短信。 他说,毕业商退出双党比赛,他后来退出双党比赛,完全是他的惹人行为,我们从未给他钱,让他假商退赛。 彭帅表示,自己确实提及,到了愿意给他第一轮的奖金。 在那时用于补偿乌伊万克租房子和更改,形成的损失,事情似乎陷入了罗生门。 难道乌伊万克和他的教练撒了谎? 那为何国际网联系要调查过后对彭帅进行处罚呢? 今日上午,乌伊万克通过社交媒体发声,我和我的前教练Alain DeVos每日每夜必为彭帅骚扰。 他想要我退出双党比赛,在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,网球就是我的全部,所以我希望这项运动尽一切可能的保持纯洁。